地方人家们 我今天下班的时候 我特别高兴 就我大姐特别热情地告诉我 顺风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我今天给家里炖了一只鸡 我拿着汤勺在那锅里捞啊捞啊 一条腿没找着啊 我还琢磨呢 现在鸡进化的都没腿了吗 这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胖胖的身影 闪出了家门 想跑 我什么鼻子 哎呀 闻着味我就找过来了 赵刚子你可真行啊 一只鸡就两条腿啊 多珍贵 我吃了半天 我就吃了一个鸡屁股 是不是 鸡屁股更珍贵 才一个 你怎么不吃呢你 哎呀顺风 平时都紧着你 大姐夫这两天不是巡逻废腿吗 我给他补补 拉倒嘛你 现在物业巡逻都已经升级了 他们整天都骑着那个电瓶车 在那来回的巡逻 对是应该补补 你应该炖两个轮胎给他补补 哎你是 那个妹夫 你少给我叫妹夫 我不认识你 以后管我叫钱总 行行行行 钱总 俩鸡腿 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 行不 你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我我我我 我站得住啊 俩都给你行不 都给你 俩都给你 你吃得了吗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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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 酥啥酥啥 还有点肉丝 行行行行 是否你也太损了吗你啊 行行行行 你吃吧你吃吧 都给你吃 我吃大葱行不行 一点不善 你吃啥呀 我吃大葱呗我吃啥 还有粥 这你平衡了吧 我平衡了 嗯 行了 喂 哎 张总你好 你放心 我明天早上八点一定准时到您的办公室咱们签合同 什么 啊 不是 不是上总你怎么了 明天咱不能签合同了 您的皮肤病老毛病寻麻疹犯了您得去医院 不是 您明天去医院咱合同怎么办呀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啊上总 我的意思是说呀 您今天有病今天就得看呐 对今天晚上有病你今天去医院啊 啊我有关系啊你交给我呀 我给你找医院我给你找专家 今天晚上咱就把你这把这点病给他解决了 明天不耽误咱们签合同 好吧 你等我通知啊等我通知 是吧 我吃 我吃什么吃啊我 赵钢子你也别吃了 你嘎吱嘎吱他干什么玩意 哎 你说这可怎么办 你别虚溜了你 影响我的思路 哎呀顺风别总欺负你大姐夫 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是这么回事 上总明天早上跟我八点 跟我要签一大合同 他现在可得好 他说他循麻疹老毛病了 他犯了他明天早上得去医院 他去医院我怎么签合同啊我 顺风你怎么这样 人家身体不舒服看个病就完了呗 你合同招什么急啊你回头再签呗 还回头你这一回头我钱没了我 你知道我这笔合同签下来我能挣多少钱吗我 我告诉你这笔钱我要拿下 我就不叫钱顺风了 我就 你叫钱疯吧 我叫钱要飞 完了一分钱挣不着全飞了 他钱要飞 你看吧 没文化的样子 这是腾飞的意思 腾飞 这这这这不跟你们聊了 我得赶紧找关一关 他叫妈 啊 你俩管他叫小姨父 那请问 这位老人家管 这位老人家叫什么呀 一老 不是不是不是 你的孩子谁家的 我说你是把我照蒙穿了 你蒙啥圈啊姐啊 姐 不是这个老太太 你你我你个 你猜你是谁 我们在这玩你猜你是谁呢 啊 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 你们玩游戏的 啊对 哎呀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玩的游戏啊 咱那叔叔大人就是参与不了 哎呀对不起啊 我有个睡中午觉的事 来来老头 走睡觉去 别动 你们家外孙子跟姨老一块睡觉啊 你别看他你别看他长得老 他岁数小就打小一块睡睡习惯了 哎呀行了 你也在那边了我都演不下去了啥玩哪跟哪儿去啊 哎呀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妈这是我爸人俩一块睡咋的了 他看见了吗前转我老公我俩是两口子啊 都是两口子是吗 对 进亲结婚 谁谁谁 陈总啊 哎 那那一个亿也没有了吧 那一个亿 没有 那东北的气候还得维持现状 我估计得维持一份 你说了算咋 我钱的钱 我是来要钱的 你给我扯一堆大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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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歪打歪打 兄弟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实在编不下去了 钱总不欠你钱吗 对啊 今天周转不过来了 就想呀拖延一天 我们这是编的乱七八糟的就想拖延一天 求求你明天一定给你 我没有为我爱情 我快忘了 好像在哪儿借我 你借我的Neil %. 我是谁呀 大衣我不睡觉放音乐 烧我的 我认识你 你把那玩法放下 你过来 你认识我 我不光认识你 我还认识你爹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 位置很重 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 小伙儿啊 你咋了 不是大哥 你还认识我爹呀 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你姓啥 我姓王 你爹姓王 废话 你爹不就是老王吗 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你妈我也认识 那我妈姓啥是她呀 老王太太吗 你真是很高的大哥 你真是 咋的呢 我真认识你爹 前两天 我和你爹我俩人 盘着腿面对面 还老磕呢 啥 真是这个笑嘴啊 你咋了 你跟我爹盘腿露磕 那你俩都说啥了 你爹吧 夸你 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 从来不干坏事 是啊 你听话呀 你得 我明白明白大哥 我明白明白 拿着 拿着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拿着拿着 哎呀 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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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会儿啊 我找你 不是你这 不是这个事大哥 这钱吗 不是给你的 你要再见着我爸 你把这钱给我吧 让我爸在那边啊 买二两好茶呀 啊 大哥 啊 那边 啊 哪边啊 就那边啊 给我吧大哥 你把一块还给我 是吧 志远来来来来 志远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志远 这是我岳父 你叫大爷吧 大爷好 这是 大妈好 怎么眼神啊 这是我的把鼻 那个小歪了才是我的老公 这是我二妹妹 哎 姐好 这是我二妹夫 二妹夫好 你还是管得叫呱呱呱吧 来来来 你不饿了吗 吃吧 哎呀 哎呀 慢点 我不饿了 我打醋呀 我吃 有醋吗 还要吃醋 盘子就醋啊 带来点饺子 带来点饺子 你带来点饺子 你带给他弄点饺子 来 志远 你过去 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是 这小体格这么能少 二妹妹 给我也弄点 我还没吃饭呢 这个小伙子他是 哎呀 爸呀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 哎呦 你看这瘦子跟猴似的 这吃饭这模样 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 哎 这不今天吗 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 大姐夫他心善呢 哎 领咱家吃饭来了 哎呀 我说妹夫啊 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得 我怎么了我呀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不是 他那俩眼睛 基本上就是门缝 哈哈哈哈 这一口吧 站住 咦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件 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对 我给我媳妇买的 给媳妇买的 给她媳妇 我媳妇怀孕了 媳妇怀孕了 我媳妇怀孕七个月了 真好七个月呀 哈哈哈哈 靠子呀 我明白了 该走的不是你 应该是我呀 哈哈哈哈 那个谁 你 再见 钱师傅都干 干啥呀 你叫我呀 我问你想干啥呀 你在这说啥呢 都把人后子都给说的 胡说八道了 啊 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我跟你说多少遍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媳妇我相信你 你听听浩子在这 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 你信吗 浩子 不是我说你 咱解释就解释呗 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 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 还扯什么你媳妇这媳妇的 这不挺恶神的吗 哎呀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 这真是给我媳妇买的 哎呀 老公你不了解她 啊 浩子这个人吧 就是这个样的 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她从初中追到我指甲了 从指甲追到我记相了 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她 你说就我二美丽的人 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啊 二美丽你的感情真的没含糊 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你看我不承认 就就就这样 就这样 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 你天天跟着我 有时在我前面 有时在我后边 有时还跟我哼哼哼 你待会儿老早一下 哎呀 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 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 我怎么回家呀 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 放了学的 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 晃半个小时专门回家 你知道我为什么 我就怕你误会 老公 你瞅他死出 干什么泡子 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 没什么管你 老公 老公 不是要不是这事 你让给我省明白 你放心 那怎么做呀 小道消息 咱们屋业有三间 门面房要出租 我打算把它租下来 我要搞一个高档的餐厅 让你当副总经理 年薪三百万 三百万 哦 还是欧远 欧了 欧远 我都这么急 哎 二姐夫 那你说这事能成吗 成不了 您是啥呀 嗯 半本不同意啊 笨 笨 笨 在我一上午的死缠烂打下 他已经妥协了 那 那是我大姐夫不同意 你说对了 就是这个赵刚的 哎呦 气死我了 他主要是嫉妒你 我跟他一说 你当这个副总经理 哦 又那个头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个家里边我 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已经压着他喘不过气来了 你再成为女强人 副总经理 他还能活吗 他 不会吧 不会吧 我告诉你 小米灵你这样 你马上回屋 你仔细听着 他一会就回来 我让你亲自聆听一下 他是怎么嫉妒你 这样 好 快去 回来了 快去 老吴你坐 坐 我说老吴啊 你看咱俩啊 接触时间不算太长 我呢也感谢你 这么长时间 对我无比的关心和爱护 是不是 你这个女人嘛 身上优点很多 是别人不具备的 但是 你也有确认 就这个吃醋 我实在实在受不了 我都做噩梦了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感觉到格外的累 我相信 你跟我一样 心里也很累 对吧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老钱咱都别说了 咱俩呀 是有点性格不合 就像这老大姐说的是的 咱都这把子年纪了啊 谁也别强求谁 也别改变谁 也别包容谁 我看呢 咱俩还是静静地考虑考虑 还能不能继续出 行了 我走了 哎 不是 不是阿姨啊 你看你还带了东西呢 对对对 你那东西 哎我说老钱 是不是心眼太小了呀你啊 假如咱俩要是分开了咱们还是好朋友啊 你小看人了 我走了 哎 阿姨再见啊 哎哎哎哎 不是他他他他他刚才居然说我小看人 哎呦不是小看人 他是看小人 行了行了我去送送他啊 你们别着急 你不是感觉 谢谢花阿姨啊 哎大妹子啊 爸 大妹子啊 啊我没事 媳妇 哎媳妇啊 你愣啥神呢 嗯 那个我就合你吧 我以前就够过分的了 这家比我还过分 这是极品呢 那个前世份哎 我刚才反省了一下啊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以后我给你个人空间 好不好 媳妇啊 你总算是想通了 一个男人是需要空间的对不对 谢谢你啊 坐下 喂谁啊 妹妹 哦 哎你等会啊 我回屋姐啊 这听不听 挺好的呗 阿美丽 你现在理解爸的难处了吧 咱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我 你跟那个女人还出不出 爸 刚才前世份是不接个电话 是个妹妹答的 前世份 哪个妹妹呀 哪个妹妹呀 啊 就听几个好妹妹呀 你不能说是你妈就是你妈呀 那咋要证明她是你妈呢 对吧 你不能随便说呀 对吧 我咋证明我妈是我妈 那你必须得证明她是你妈 你不能愿说 评宝上是我妈 是吗 对 是 一模一样 这钱包真是他的 那行了 乌龟远逐 拿走吧 你就这么的还给我了 怎么的 怎么还的 还搞个仪式啊 拿着 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钱吗 我不管多少钱 你看看钱少没少 不是 我是形式着 哪个二傻子捡了 能还给我呀 不是 你意思我二傻子呗 不是 哥 我意思是 你是形式着 别人捡了你这个钱包 不能还给你 那呗 别这么想 你钱包里面钱再多 那也不是我的 那是你的钱 别老把人想这么不好 明白吗 咱这世上好人多 此地有雷鸣般的掌声 谢谢你 我真心真意的感谢你 这会儿知道谢我了 不是天天在小区里面追着屁股后 骂我的时候了 这我跟你说 你这钱包可不能对我 钱无所谓 你这样也不差钱 关键是你这里面卡多呀 你是没见到全是卡呀 你这卡要到银行里面补万的话 那好就贴皇帝了 明白吗 我这个还有 我呀今天呀 锁你的车的时候 我一看 你这车呀 好车 但是你这轮胎有问题 知道吗 你指定是个新手 老跟马路牙子过不去 你那轮胎边上都磨薄了 天儿马上就要热了 容易爆胎 你要一爆胎的话 那就不是钱的事 是不是 我建议你换两个前轮 怎么的 你要四个楼全换的 哥 一开始的时候 你这个人挺烦人的 后来呢 熬过这一波呢 我又觉得你这个人挺男人的 其实你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不太好 我就觉得吧 不太好形容 哎呀松开 你最好还是形容一下吧 行 啥呀 就哥 他可爱 他可爱啥呀 一根筋 那是执着 二傻子 那是实在 专跟你过不去 那咋不跟你过不去呢 他是个乌云人费 他是头借驴 那怎么能是一头驴呢 那就是一匹低调 而有性格的千里马 哥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哥了 以后你说啥我都听 真的吗 那我得试试 你这么着啊 你现在就把这停车费的钱交了 好不好 好 我让人把那车锁给你打开 行 记住了 以后一定要按规矩办 明白了吗 嗯 那行了 走吧 好 哥 啊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了 以后有事私聊啊 白龙马 天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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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啥呢 没有没有 我随便看一看 把他拉黑咯 不是 你这刚夹了人家 你这有事呢 你这拉黑你不 我叫你拉黑咯 拉拉拉黑黑黑 拉拉拉 黑黑黑 这咋还唱起歌来了 不是 我跟你说不用拉黑 啊 我改个名不就完了吗 干啥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一个字 绝 我妈常跟我倒过年 哦 说我刚出生那会儿啊 是个早产儿 才三斤 哈哈 在我生命垂微的时候 是您 把大宝哥 从保温箱里抱出来 把我放了进去 这才救了我的一条命 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呀 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哎呀 你太客气了 还说这干啥呀 你看 哎 牛说 你说这婚姻的终身大事是吧 那当父母的 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 对吧 对对对 那是啊 那就不能把爱情跟恩情 都混在一起了对吧 但是 所以说吧 这谈恋爱呀 就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事 对吧 哦 对 那那个具体的 你还是你们年轻人聊吧 你们年轻人聊吧 老哥 那啥 小米莲 那啥你说得我全走 那咱俩凑备 日久能生情 那你看我咋样 好看 那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合适 那我可跟你说好了 我这个人呢 可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 我会 那我每天最喜欢干的事呢 就是上网 打游戏 逛街买东西 你能接受吗 那你一天 哎对了哥 你有多高 1米85 站马路牙子上凉的 下来呢 1米65 你那个你多重 92 公斤呢 才推嘞 哎呀老哥 你瞧 我儿子这个日商怎么样 谢谢 这句打得那么精彩啊 是好孩子 不是跟你吹呀 那我儿子 过去还当过酒店的大堂经理呢 那后来咋不干了呢 后来这不是酒店都讲究微笑服务嘛 他这儿无得劲儿 那后来呢 后来就喜欢曲艺 我就把他送到曲艺馆里边学曲艺了 学曲艺了 儿子 带板儿吗 带板儿 给这个大爷 咱们展示一下 来来来来 行 还会这玩呢 这没完没了干啥呢 这是 真要掌声啊 我说的是 八百丢兵奔北坡 炮兵并抬北坡 炮兵并抬北坡 炮兵踩马 丢兵炮兵 炮兵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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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板儿打得真好 跟我小时候看见那要饭的一样样 老哥呀 现在可不要饭了 现在要钱 爸 要什么饭要什么钱呢 人家这是艺术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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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老哥 脾气不小 大 说得好 大宝哥 你把出的样子当才艺展示了 那你说你是真想跟我出的 一个字 绝 不是 我是替您出口气 哎 你把王叔叫来 咱俩一块对付他 行不行 让我出出气 但是我得问问你 你对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你都了解吗 连这个都不明白 我怎么在文化馆干的一辈子 那就行了 你就看你二女去的 真能帮我出气 打电话叫他 好嘞 咱准赢啊 准赢他 不光赢他还得气他 喂 喂 老王八 怎么的 刚才那几盘象棋 输得我很不服气啊 你永远不输 咱们换一种新的游戏 你敢玩吗 他都不敢来 我叫他去 哎呀 哎 来了 王叔来 我来应战 老范 你说玩什么游戏 不是 王叔 王叔 做游戏是次要的啊 主要我爸想请您喝两杯 哎呀 老米不在家 你就上午吧 是不是 他不让你喝酒 他来家我告诉他 你也就能让他 不是 不是 王叔 酒咱是不敢喝的 哎 今天喝的这个酒 不是传统意义的酒 什么酒 哎 哎 这就是酒 这个酒怎么喝 怎么喝啊 怎么喝啊 就这么喝 就是喝的没有意思 哎呀 王叔 咱做个游戏 我把游戏规则跟你讲一讲 你就觉得这有意思了 是吗 哎 你讲一讲我先问问你 你对咱们传统节日你了解吗 传统不就过个节目 那就行了 那我就说明 这游戏就肯定有意思 是吗 哎 你们老哥俩啊 一个占双月 一个占单月 找一找咱们国家的传统节日 哦 谁找对了 那就是正令 嗯 那就要敬酒三杯 怎么敬 啊 就这么敬 哦 哎 谁要是找错了 嗯 那就罚酒三杯 那怎么罚 就这么罚 哎呦这个酒不错 有点上头啊 有意思吗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爸 行不行 没问题 那行了 本裁判宣布 嗯 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 就位 赶紧快去 快去 好了 二位选手 请选一下单月和双月吧 我先选 停 我 爸 本裁判有个意见 啊 王叔是客人 到咱们家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让王叔先选 哎 看看 看看人家孙缝 我跟你说 哎呀 不但政治 这孩子一点坏劲点都没有 公兵 哎 王叔选 哎 我选 我选什么 好事成双 咱得选双月 呗 好 一个袋 一个双 我选双 剩下你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还挑什么呀 我挑啊 我就单来呗 好 来来来 单月 怎么着王叔 这个铁日这个 我有点糊涂 我会啊 你得抱我 你放心 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们俩 是吗 我肯定帮着你 你能抱我 你想想 我在这个家里是倒茶门女婿 我爸天天欺负我呀 你说的是心里话 咱俩今天合起伙来气气的 你帮我啊 我帮你 行了 好比赛开始 爸 你是单月是吧 单月啊 单月先说 从单月里边找出传统节日 哎对了 对了对了 大伙听好了啊 正月初一春节 好 行 哎 先别鼓掌啊 算啥 本裁判要发言 正月初一是春节 谁不知道 对 俗话说的好 不出正月全是节 对不对 这不算 不算啊 你看 你看他更害了 多共争 给他鼓掌吧 哎呀 我说过这不算 有本事咱从三月开 我就觉得他把我带当暗面